如果说国力强盛代表表现在方光明明的话 那么小编觉得最能体现的就是科技和军事力量这两方面 可记得进步使我国的军事力量也在稳步提升 那军事力量又表现在哪里呢 看阅明一试就知道了 那今天小编要和大家说的就是有关于军事方面的装备 战术卫星 说到战术卫星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 平时时候看电视剧里那种特警出外情的时候就会穿 尤其是警匪片基本上扔手一剑 那么战术卫星到底是什么呢 它有什么作用呢 所谓的战术卫星就是指一些士兵穿在仿弹衣外面 却又不会对自身造成影响的装备 一般来说这种战术卫星都是采用的特殊的布料做成的 基本上特点都是轻便卖模 而且战术卫星很好认 中国的战术卫星基本上都有很多的口袋 这是为了方便携带一些枪支弹药等装备武器 当然普通士兵和特种部队的战术卫星是不一样的 各国的战术卫星也有不小的差异 中国的战术卫星采用了模块化的结构设计 能快速穿戴并且使用时间长达武颜 而外国的不知道大家听说过美国的毛类战术装备系都没有 这套系统十分的有名 它最出色的就是一款战术卫星拥有六个弹甲包 并且可以装下两种不同类型的枪支 和中国不同的是 它们的弹甲包没有盖 用的是高碳消费金 不得不说确实算不错 但中国也不差 不过小编觉得由于各国的需求无一样 所以战术卫星也没有好坏区分 就看是不是用 而且小编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